老了 小丹啊 厉城还没回的呀 没呢 估计又找人倾诉去了吧 没事 过两天就好了 你自己在这捣咕啥 刚才你捣咕什么呢 我说我自己老了 孩子 你要老了 你剩我妈活不活的 不是 看看奶奶 我原来看杂志 一看那高大英俊的小伙子 我就心里想 哎呀 要是能够找个这样的老公就好了 现在只要一看到这样的帅小伙 立马想到我儿子长大又能这样就好 这不是老了是什么 放心吧 我孙子肯定是个帅小伙 你说 你说 那啥 小丹 你说你出息这么好几年 你说 没碰出来个合适呢 你知道我跟刘厉城是那么有市场 谁愿一招呼 那小姑娘就安前马后着献殷勤 行 怎么突然想起问这个了 没事 你不会想给我介绍对象吧 我 咱俩什么欢喜啊 我能跟你介绍对象吗 行了 你就说说吧 我随便说说我就随便听呗 行 我这个人呢 啥话我都憋不住 我跟你说 那谁董夕他爸 那天碰见我了 问他你有没有对象 他要跟你介绍一个重点中学校长 说他老伴去世了 想找一个那个 重点中学的校长 重点中学校长啊 重点中学校长啊 重点中学校长 重点中学校长 那你怎么不早说呀 我 我早 我早 这什么条件多大年纪了 他没说多大年纪 他就说那个余微不简当年 重点中学校长 他给你介绍啊 不能太离谱了 真的 你说呢 那也就是说认识这个人 嗯 看看进重点中学就有希望了 行吗 那跟我想一块儿去了 真的 我就想想为了孩子 我跟你说 进重点中学 是不是 要行就行 不行那就 算了是不是 这 为了我儿子 不行也得行 也那可不行 真的行咱 这婚姻大事可不是开玩笑的 啊 再说这不是交易 条件面允许上去行 这条件不好咱们就算了 那哪能算呢 那走 那就算这事不成 认识这个人也好啊 嗯 现在正愁找不着关系呢 嗯 只要能把看看扮进这个重点中学 孩子也不用哭哈哈地学了 我还不用一天在这儿瞎着急 那倒是 行 我同意去见见 能搭上这条信也好 小大人 我要是技术不成就不再瞒弄我 真的 没有啊 那成不成的都是好事 那啥呢 那你听我信啊 听你信 嗯 那行 我再找你些问问 问完之后我再给你个信 啊 嗯 你好 你好 田磊彻底搬走了吗 搬走了东西都拿走了 嗯 他没留给我什么 房间已经打扫过来 要不您自己上去看看 不用 谢谢 再见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 is power off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 不讲述 本体大小该怎么办 您没可能 您能自己的双方 我还看看 北北 刘教授 恭喜您盛请 谢谢 谢谢 好 恭喜 恭喜刘教授 如果以后有什么需要的话 可以打电话给我们 好 谢谢啊 刘教授 月亮 你发表在学报上的那篇论文呢 教育局非常重视 局领导呢已经跟我说了 准备给你和佟老师 一笔专门的研究经费 也希望你呢 在电视台的那些节目里 好好宣传宣传 千万不要忘了学校的功劳啊 哪能呢 我一定会找机会 把学校的领导风筝 跟您对我们的指导意见 通过媒体宣传出来 以前这方面做的不够 以后我一定会做注意 好 抓紧时间办 马上就该报 明年的教育试证专款的 用款计划 只要你拿出成绩来 我就准备啊 把你这个课题呢 划到咱们学校未来两年的 重点公关项目上去 好的 好了 您放心 我一定会抓紧 可能不会用太久时间 其实我已经动得差不多了 好啊 有眉目了呢 就抓紧拿给我看 好吗 我走了 好 谢谢吴院长啊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对不起 您 你们也在研究研究 我们一会儿去也在想一想 好好好 看看能不能有个 护理的诊重方案 对对对 那行 那咱们电话联系好吗 慢走啊 坐一下 孙经理 您是不是病了 脸色那么差 没睡好觉 带他带他 忙你的吧 好 看看奶奶 小戴啊 下午六点还想成休息 准时到 下午六点 我准时到 我准时到 挂了 我准时到 挂了 去 再 有的时候是得出来 稍微的转一转 这样你心情会好一点 我还是记得你年轻的时候 最漂亮 那时候你一笑 我就喜欢你 最喜欢的就是这种 而且吧 你不笑的时候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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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云 咱去陪这儿看看吧 我想回家 好 那 那咱回家 你别跟着我 张云 张云 你怎么了 张云 我让你别跟着我 你听不懂吗 你干吗要这样 你干吗这样对待你自己 我闯不过气来 我这里疼死了 韩忠 你为什么不跟我离婚 你可怜我 你干吗要用这种方式折磨我 老婆 你听我说 孩子没了 我跟你一样难过 可这日子 咱们还得过下去 再者说了 你跟我都不承担人类繁衍的重任 没孩子 没孩子又怎么样 如果想要孩子 我的全副理想和希望就是为了要一个孩子 一个和你生的孩子 你明白吗 我明白 可是我生不出来 我自卑 自责 老天爷终于让我怀上了 可是那么快就拿走 孩子 孩子 我可没有热乎呢 张云 听我说啊 孩子来过了 就够了 咱们也有过孩子了 没 你骗人 我没有过 再也不会有了 你不用安慰我 我不需要 你这头想什么呢 啊 想美事 我想的是 那个老校长那个事 哎呀 这事甭想了 我还是那句话 不合适 是不是 哎 你是不是跟看看妈提这事了 提了 你怎么不听劝呢 你这人 我怎么提了 我又怎么提了 你看呢 你说提这事怎么提 我这不是为了这个家好吗 你想想啊 如果这件事我给你成了之后 一举两得呀 对呀 一个是孙小丹他另立门户了 再一个就是咱们孩子能考试弄到中学 何乐而不为呀 他答应了 他 他反正没有了那个意思 你提没提那老头多大岁数 他 他 他 那干啥的 那是那些人那围着 啊 那发生啥事了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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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了 我需要 üzer墙 present 韩忠 我想跟你離婚 離婚 你應該有個自己的孩子吧 我的全部理想和希望 就是為了要一個孩子 一個和你生的孩子 你明白嗎 你看 我幫你看看 你看我幫你看看 快追快追快追 過來快追 先生請問還需要點什麼嗎 多來一碗啤酒 好的請稍等 您好孫小姐吧 胡先生 您好您好您好 您好咱們裏面請 這麼年輕就當了校長了 真是年輕有為啊 您別誤會 您今天要見的是我的父親 胡適慧 我呢是他的兒子 我叫胡小慧 孫小姐 您說什麼 幹什麼 媽您這事辦了可有點 怎麼 你還跟她隱瞞年齡 這越老越糊塗您這 你跟你媽說話呢 我為了什麼呀 我不是為了坎坎 為了你 為了這個家嗎 不是爸您 您也就默許我媽這麼做 我這自始至終就是不同意 我的立場是堅定的 怎麼的怎麼的老頭 說真心話老頭 你普世高我看你 不過這個感情的問題呀 年齡是障礙嗎 不能 那這事情你比我清楚啊 是不是 既然看看媽媽去了 我的態度就是 事事也無妨 行了爸 你們還不知道小丹嗎 他就是一根筋 情傷又低 他真為了坎坎嫁給那老頭了 這後半本三過不過 這萬一有 我跟你說媽這賬 要算到咱頭上 咱怎麼還呢 我們也在多管閒事 你幹嘛去呀 我能幹嘛我找他去 你你你你知道他在哪兒嗎 那您還不趕緊告訴我 他去哪兒了 還等成酒店 爸 再怎麼說他也是坎坎坎坎 有助人 把握出時 我們那位 和尊重 不知道 是老巴 是 阿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先生 请问需要帮你收掉吗 别啊 放得多壮观 好的 请慢用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对不起 订阅又搭了 小姐 买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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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好 呼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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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机不成试了一把米啊 说谁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那儿的 打通电话 李朗盒说 思想丹一听说 相亲的对象是他 立马就走了 你没去他们家看看呢 去了 没人 看看吧 睡了 刚上床 这鬼 你说真是 我也没生意啊 那不行 看不上就回来吧 你看呢 真痛想谁知道 真 这都几点了 还不睡觉 我要等妈妈回来再睡 看 妈妈有事 爸爸等着妈妈 那你一定告诉他 我把作业都写完了 也检查过了 全部都对了 爸 爸 我一定告诉你 那你现在赶紧睡觉 再来一杯 再来一杯 这杯我请 最后一杯 你请 你不怕你老板说你 老板 我看起来不像老板吗 为什么要请我 理由嘛 因为你点的不是这款式 来 干杯 什么起包 你ap 昨天晚上你在哪 你是我的病人 你有什么资格的问我 我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母说 中国人民解放军 就有资格干涉别人私生活吗 让我到你宿舍里去干啥 我想那么名贵的戏包 不穿的时候 应该好好挂着才对 你到底要干什么你这个人 你告诉我 昨天晚上 早点了呢 快出去啊 我还是出去找找他吧 睡吧 妈 这么晚了 上哪找去 什么呢 女人 你这个家 寻生中的 我赶好 你帮我 好 你去哪儿来 我找到你一晚上啊 你挡着我的风了 想吹风就沉入中间 这儿又是墙又是树的 是我的 你美了是吧 承天搂着个小姑娘花天酒地 看着我跟一老头相亲你 特别得意是不是 你终于可以假装恨铁不成钢 实际上幸灾乐祸地跟人家说 你看这个女的 跟我离了婚混到今天这个地步 都要跟一个老头 当养老送中的通房大丫头了 真是活该的 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可笑吧 没事 你想笑就笑 千万别憋死你啊 你笑 你笑啊 我有什么可笑的 你脚怎么了 挂得着吗你 你当然不可笑 可笑的是我 你不就是想取笑我 嘲笑我 讥笑我 迟笑我吗 你干嘛还跟着我呀 赶紧走 我告诉你琉璃琛 你这样跟着我特别恶心 真的是特 特别地恶心 笑去 找地方笑去 别看着我 你想笑 我想跟你一块儿哭成吗 我知道你见他就是为了儿子上重点 我知道你是特渴望再有一个家 可你 你给我滚一边去 我就是死了也轮不上女裤 不 你听清楚了刘丽晨啊 我 想明白 我就是要跟这个老头结婚 想 想清楚了 行了 别说气话 老头不行 行 不行 你管得着吗 我喜欢 我越想越喜欢行吗 老头那样了 你喜欢什么呀 小的 你叫一破小生初 咱不至于去卖身吧 总不至于为了 享有一个家就这么冲动 就结婚了吧 你这是对自己不负责 我乐意 刘丽晨 你管得太多了吧 你以为你是谁呀 你还真以为你是我老公啊 人家年纪大怎么了 他能让我儿子进重点 他能给我一个家 你能吗 谢谢啊 再见啊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别说我绝对不同意 你凭什么不同意 你凭什么 我凭我跟你有一儿子 我凭我是你的初恋 我凭我跟你夫妻十多年 长梦 好听 你说得真好听 说得比这样的多好听 说得好听有什么用啊 看看小生初这事你们都不上心 就我一个人整天在着急 你说我一徐老伴娘的中年妇女 我不活出去这么自身 用什么办法 我不知道自己往火坑里跳啊 我不知道自个儿委屈啊 委屈有什么用 没什么用 都是你们把我逼呢 你还站在这儿说 说便宜话 站着说话不腰疼 饱汉子不知恶汉子鸡 你要家有家 要女朋友有女朋友 儿子也归你了 我有什么 我有什么 月亮还有一颗星星陪着 这天底下没有一个人陪着我的 我什么都没有 我什么都没有 你怎么没人陪着 那看看不是人 我不是人啊 这就一破晓生初智能吧 总会有办法的 再说了 真就是逼到绝处 非得走卖身这条路 那也得我先上啊 这好事能轮得着你呀 咱俩呢 都是经历过一次 婚姻错白的人 知道这不幸福的婚姻 是啥姿务 以前你还能瞅瞒我 现在我说就难听了 不是小姑娘 你输不起 再说你我还不了解 你宁可再嫁给我一回 你也不会嫁给那老头 还有你那洁癖 我就够能忍得了 我真不相信谁能忍得了 你就醒醒好 让让老头多活两年了 我脸皮真厚你 你怎么永远 自我感觉这么好 真是可惜 我这还叫自我感觉好 老头要垫底 我就是到处第二 真是自我感觉好 这些年竟瞎忙了 怪我也没顾着 张罗你的事 放心吧 以后我会多想不了 省省的你 我谢谢你啊 我太谢谢你了 这么说话就见过来了 毕竟咱俩 现在同是天涯沦落人 中年危机加中年再婚 难上加满 你比我更是难上遗仇 你呀就是性子太强了 有什么事非得自个儿扛着 你跟我说说我能害了你吗 我只能是为你好对不对 为我好 你把儿子给我 你给吗 这事另一 儿子是稀缺子缘 现在说的是你感情问题 你以后要见什么人了 你跟我说说 我帮你分析分析 怎么给你稀里糊涂的 又把自个儿赶卖了 你来回家去 走 这么多台阶子我背你了 你别乘着脚 脚子 二弟啊 那这伤得好好养着 师父还得靠你保护啊 你才是猪八戒 猪八戒 可不被一般人啊 你也不多找二两周 都是排五个 你帮来帮你 全部都没什么用 我真的没想到